李老有一个幸福和睦的大家庭 作为一家之主 他对家庭中每一位成员都倾注了无限的关爱 这是他与家人在一起度过的最后一个生日 尽管在这间屋子里 老伴和子孙给他庆祝过很多次生日 但这次却与往日不同 无情未必真豪杰 莲子如何不丈夫 李老对子女的关爱 不仅表现在生活上 更体现在对子女的严格要求中 可能就是我刚七岁的时候 家里人买个稀果我特别高兴 我拿起了稀果拿刀就在剥裂板 邦当一刀就切下去了 很快的剥裂板爆裂全裂成大裂纹 妈妈就说你只能这么做呀 吓得我娃娃就哭 父亲就过来了 说别说他了 他不懂事 小 我还哭给我抱起来了 搁在床上 傻孩子别哭了 还亲了我一下 所以我觉得 父亲这种教育方法印象特别深 创新是李子明先生的一个美德 在1984年 我和万润南共同创办四通公司 应该说当时没有经验 也没有资金 其实就有一个信念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共同辞职 撕掉了中国科学院的公职 来办一个民间的科技公司 应该说风险挺大 在这个整个过程里头 老先生都给我 很多的鼓励和支持 我也感觉到了 这个支持的力量 到现在 二十年过去了 四通在继续发展 应该说 前辈 给我的支持和鼓励 一直是我 坚持奋斗的一个力量 他为了我的学习呢 他把我送到这个 温泉的 北安河的一所学校去学习 当时的那时候的军队和地方干部子弟比较多 他跟我说 你到那儿啊 你只能跟人比学习 不能比生活比享受 你必须得监控补素 其他你就甭想 你把学习弄好的就行了 反正这些教诲吧 反正 使我记忆非常深刻 我爸爸在我们人生的每个关键时刻 对我们都是特别关心 对我们的每个人的这个婚姻大事吧 也是又关心 又宽松 然后又支持我们的每个人的自己选择 有几点是必须让我们做到的 一个是就是说 你要找爱人吧 必须注重人品 这是第一要求的 第二要求吧 就是你对你爱人的这个人生吧 必须清楚 必须了解 第三点就是你对他的家庭也必须了解 如果你这三点做不到的 作为我当父亲是不能支持的 我觉得这个对我们 后来我们这些子女的家庭的和睦 家庭的稳定 我觉得我父亲起的是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是父亲最小的女儿 我们几十年生活在父亲身边 父亲的优秀人格 对我们儿女的影响是很深的 同时父亲对儿女的学习 做人 做事上的教育 也是很重视和关心的 而且父亲的对孩子的教育的方式也是很讲究的 记得我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 父亲很关心我的工作情况 我们当时的台式计算机研制小组工作受阻的时候 父亲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他说这个 他讲到美国工业革命时期 美国工人 剩家 两代 父子两代人 发明研制成功 剩家风机的故事 告诉我 有志者 事进成 做事一定要有恒心 只要坚持努力 一定能成功 父亲的这个教育 在我一生中 影响非常深刻 我今天在事业上取得的一些成绩 是因为我们有这样一位 好的父亲 对我们的培养和教育的结果 我天性特别开朗活泼 性格和父亲特别相像 爱说爱动爱笑 根据我这性格特点 父亲从小就在我身上 在武术的培养上下了很多功夫 从小就跟父亲练习武术 锻炼了我坚强的意志和乐观的精神 我非常感谢我父亲对我的教育和培养 父亲去世以后 我们再继续他的事业 我们一定不会辜负父亲对我们的期望 不辜负武术界领导和同仁 对我们的期望 把父亲没有做完的事继续下去 1993年1月23日 李老在京失事 李老去世的消息震惊了国内外武术界 1月31日 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武术界为李老举行了隆重的遗体告别仪式 1997年4月5日 原北京市副市长陆宇 及武协领导为李子明先生墓碑落成揭幕 海内外各界人士200多人参加了安葬仪式 1997年4月5日 1997年4月5日 领导演的前一年 京都家出了毁竖 promptly 我会在这一场公演和協助 我会不会有努力的 李清明先生的理由 我会很高的理由 尽管我来中国武术协会做这工作 时间不是很长 但是我来了以后 很多中国武术协会的老同志 在向我介绍工作的时候 很多人都跟我谈到了李清明先生 成他为我们国家武术的一代宗师 一直对中国的武术有一种执着的热爱 在继承推广中国武术方面 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 他在全国成立了第一个八卦掌 研究会 应该讲他在八卦掌的研究这方面 造的一种很深 他学生也非常多 有些学生不单单是在国内 而且在国外也有很多学生 我觉得中国的武术的发展 有今天正式有这样 几十代 这样像李子明这样的一些老先生 不单单就是说 对武术这样的一个热爱 这样的执着 这样的认真 更重要的 我觉得有一个好的人品 也就是我们现在 反复强调的武德问题 我觉得在这方面呢 李子明先生应该讲 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使得我们更加怀念 像李子明先生这样 老一辈的武术家 我们应该学习他们这种精神 就是说 不单武术的专业技术要好 更重要的 要学习他们好的武德 共同努力 为中国武术更好的发展 特别是中国武术进一步向世界的推广 李子明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们 但他人去事业在 人去人员在 人去风范在 人去精神在 他的弟子和后人正沿着他开创的道路 为传承和弘扬中华武术和民族精神继续努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